枸杞拿铁 健脾开胃美式 沥水消肿桂花蜜豆卡布 日前 中华老字号同仁堂跨界新零售推出的养生草稳咖啡 引起消费者关注 同仁堂也瞬间变成网红打卡地 8月14号中午 记者来到了这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双井附近的同仁堂芝麻健康1号店 动感的音乐 精松色的装潢 要不是宁万的药箱和展柜上陈列的药材 人们很难将它跟同仁堂挂钩 吧台内 咖啡师正忙于工作 甘草汁打底后混入咖啡 在道路打发好的牛奶并拉花 一杯清热甘草拿铁便做成了 李胜利做咖啡师多年 来到同仁堂后 他意识到可以从中医角度理解咖啡 西风止痛的咖啡配上枸杞 陈皮 肉桂等中草药 提神又养生 像枸杞拿铁 我们会把这个枸杞煮软 然后给它榨成姜 然后加到咖啡里面 然后它的功效是滋干益胜 然后就是经常熬夜的同事 这些人群喝一些枸杞拿铁还是比较不错的 不光提神醒导还养生嘛 受草本咖啡吸引 很多年轻人认识了同仁堂 当天下午 王女士便和朋友相约 第一次走进同仁堂实体门店 对于刚刚品尝的一亩草玫瑰拿铁 她也给出自己的评价 除了售卖草本咖啡 记者注意到 店内也提供养生汤粥 系列面包及燕窝等包装类零售商品 店面二楼还保留了中药房和诊疗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咖啡并不是同仁堂跨界的重点 他们更希望以咖啡和快销产品引流 打造健康体验空间 在传统医的同仁堂 包括老年人能想到同仁堂 就是我有病过来就医 把老抓服汤 问个诊 抓服汤药 把个卖 我就回家了 未来我们可能更加想营造 就是药食同源 从根本 从食料来解决 不是说你来同仁堂 我给你开服药 处方药 你直接回家吃就好了 未来我们可能更想 针对大健康领域做点事 隋晓航介绍 同仁堂 芝麻健康 不是一次简单尝试 更是布局已久 未来他们计划在全国 布局至少1000家实体门店 北京地区将达到300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